在社交平台上面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 就是说 哪里有路检呢 或者是这里有路检等等的讯息 不过今天要告诉你的事 或者是提醒你的事 其实分享这样的一些讯息 是办法的 扎拉越警察总监 穆哈默阿斯曼就警告公众 不要在社交平台上面 分享警方的任何行动 我们来看一下他所说的话 为了知识的 也就是针对淫费不亚虚假恐吓或者是 冒犯性质的网上内容采取行动 所以是可以根据这条法令来兑付的 违法者可被判处不超过5万令吉的罚款 或者是长达一年的监禁 他还表示警方也可以根据 刑罚和官方机密法进行调查 那么最诚可被判处一年至七年不等的刑期 刑罚和官方机密法